我们今天看这一些现象还执着它 还分别它 你看道理都知道 为什么还执着还分别 这叫稀奇 稀奇太浓了 稀奇太重了 你的知己离不过稀奇 你在这个世间还是在造业 造业就是你还在制造六套轮回 你怎么能处理六套轮回 怎么振得 就是进香飞香 你就振得了 你在世间跟世间人活光同城 他说什么 随他说 随顺他 跟一切众生活目相处 为什么能活目呢 他执着 我不执着 我不执着 这样我能随顺他 他不能随顺我 他随顺我 他就成佛了 我一切都随顺他 心里头不落印象 为什么呢 不把这个东西往心上放 心干干净净 一成不染 经题上所说的 清净平等酒 我们的心永远是清净平等酒 能够随顺别人 随顺别人又不染污 就是不受他的感染 这叫功夫 久而久之 我们会影响他 他不会影响我们 他影响我 我就退转了 我就又回去了 我不受误燃 我就提升了 年年提升 月月提升 天天提升 这很得了吗 这一桩事情 什么人都没办法干扰你 所以诸位一定要知道 一个真正修行人 在菩提道上 独来独往啊 谁都不能干扰啊 释迦牟尼佛 霸向尘道 小尘 有小母 小母是什么意思 就是不受干扰 干扰的什么东西呢 明文 awhile 明文立养 五语流塵 彩色明示水 都在你面前实现 你动不动心 动心就干扰了 你不动心 你就成就了 你不动心 你就是佛菩萨 你动心 你还是凡夫 你不动心 不但脱离六道 舍法界都脱离了 你要是动心的话 不但你出不了六道轮回 你出不了欲界 六道里头三界 欲界四界五十界 上面两界 你没份了 你只能在欲界打滚了 他为什么 他没有看破 没有了解四十真相 所以了解四十真相 比什么都重要 才能帮助你真正放下 放下 对于佛菩萨的经教 你才真正能看得明白 真正能听得懂 你不能放下 那是障碍 障碍是 障碍你看不明白 障碍你听不清楚 只能在阿赖耶什里面 种一个佛法种子 利益就这么多 什么时候你能得度 你能成熟 那是来生后世 不知道有多长的时间 对于佛菩萨的经教